我们现在就以铁达尼号这个灾难性的事件为范例 来介绍了如何利用铁达尼号的这一个专案课程来做Pinterest的资料收集 首先要跟大家看了这一张地图 就是右边这边就是英国这边那左边这边就是纽约这边是美国这里 英国的南Southampton 那在这一张图上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铁达尼号从英国南开布丹这边一直开到这个纽约港这里 那沉船的位置大概在这里 这个Rake Titanic Rake的地方 Aprosimate Vacation 那这一个地图就已经揭示这整个系统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系统分析对一个课程很重要 因为他知道这一个行经的过程 这个海图这个地图上面这个不是海图 海图的专业名字叫Chart 这个Map是一般的地图 那它的范围是什么呢 范围就是这边从英国到美国 然后从英国到纽约这里 然后它的航线是这样子 那经过这条航线 它是用全速进行 因为它要赶时间 那很不幸的就遇到冰山 Iceberg 那遇到冰山就发生船难 然后船难发生的时候 第一时间它打了摩斯密码 然后船就沉默了 那这时候呢它就 这个就是神节 因为要船呢 那个救生艇要下来 这个会跟神节会有一些关系 所以大家看我这边写的字 就是披露到走一边讲故事呢 就边把关键字写下来 这是海图 那这个才是 这个也不是海图 这是一个时间序列的图 时间序列的图 那这是冰山 冰山 这个冰山呢就已经可以讲很多事情了 因为这个季节呢 北方的冰呢 北极这边呢就下来 这个就可以讲很多地球科学的事情 那船是什么样断裂的 它跟船舶的力具 重心等等都有关系 那打摩斯密码 摩斯密码又是一个求生的一个 一个信号 一个工具 还有一个神节 就是我们一般在求生的时候 用到神节的功能 那我们根据这整个事件的一个关键字呢 我们来搜寻资料 刚刚那一个事件呢 就是沉船事件 那第一件事我们要先 对应着事件里面 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关键字 是属于哪一个科别 比方说它是属于地理啊 或历史 或物理或化学或生物 那在这边还要再强调一次 说我们的这一个学科的系统分析呢 我们整个专案的系统分析 它是以科别为主 而不是以领域别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教育部讲的 九年一贯或生零 不是 不是我们是以科别 比方说这是物理化学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然后我们要怎么确认 我们找的关键字是要的呢 一定要通过网络上wiki 百科全书 或者说你有认识物理方面 或化学方面 或国内方面的专家或教授 或者是PHET像这些比较大的学术机构的网站等等 然后透过这个去做确认 单元的确认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重心 例句这些关键字是属于物理的哪一个 科目里面的单元 物理科里面的哪一个单元 这个是整个流程 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先确定它 科目里面是在哪一个单元 这个是以科目而不是领域别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透过Google去查 这个关键字是不是真的 比方说你的例句英文是什么 重心英文是什么 这些关键字是什么 承传关键字的专有名字是什么 那这个都要先去查 然后再用wiki再去确认一次 我查的这个关键字对不对 再反查它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承传是用Rack Wrack 那你就要去用Rack然后Wiki去查 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关键字 好这个步骤都是确认确认再确认 再度确认 因为你查错一个关键字 你可能找的网站 就会有一点误差 好我们以承传这件事来讲 承传它涉及到的知识是什么 你单独针对 对承传的这个小事件 因为我们这个铁达尼奥是大事件 大的事件里面有很多小的事件 承传的这一个小事件里面 好它涉及到船的这一个稳定度的专业知识 福利啊 众星啊 还有例句的这个专业知识 那船呢你看那这边为什么要讲到抽象化 抽象化是由具体化变成抽象的 我们现在还是在具体状态 因为我们现在跟小孩子讲课程 一定要用具体的方式 用生活经验 用实体的方式 它才能够吸收 其实不只小孩子大人也是一样 好这个就是水密舱 水密舱就长这样 它扎门关起来 这一道一道的水密舱 所谓的水密舱就是说 这边即使被水雷打中 这边即使被水雷打中 那只有这个地方沉水跑进去 但是其他地方的扎门一关上 就没事了 就没事 就是类似这样子 好在我们再一次强调 我们在分析完了之后呢 要慢慢从具体变成抽象 那这一个模型呢 就已经抽象化了 就已经把船呢 从具体的形状已经抽象成一个 变成一个数学或物理的一个模式了 那这个呢 你看大家看一下 这个Lowling就是左 我们就是左右就是旋转 顺时针或逆时针这样旋转 整个船 那Pitch就是上下点头的意思 这个就是整个在旋转 整个人360度的在旋转 那这个呢就是左右摇晃 这样喝醉酒的时候左右摇晃 这个就是上下点头 Pitch就是上下点头 Lowling就是360度旋转 那这个都是这个 船舶呢 这个 稳定度力矩的一个重要的模型 那一定要跟专业老师讨论 或者是找教授确认 或者是你靠 网路上一些比较正式的网站 去做搜寻 好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好这些关键字 然后去Digging 这个时候Digging就要 去怎么挖呢 就要用Pinterest的去建立board 我们要介绍 那Pinterest的建立的方式呢 它只要是网页看得到的东西都可以把它盯到Pinterest里面 或者是你建立Pinterestboard它可以自动推播给你 好所以你建立Pinterest的 其实就会把这些东西都栏化进来 那你也可以单独的去找这些网站 然后再去反丁回去Pinterest上面 好 这是Pinterest的基本操作呢 我其实在我们其他网站我会 把这个详细的这个Pinterest怎么操作的方式呢 提供给大家网址 好 那基本上第一步就是要 他要签Pinterest的简单 他介绍就是说他要先建立一个board就是看板 建立你个人的看板 然后这个是承传的单专有名词就叫RAC 这是我们点打0号这一个专案 专案交案的一个专有名词就叫RAC 这时候你就要先打一个RAC出来 等一下我会操作 简单的一个示范操作给大家看 好 那Pinterest的操作流程 第一个先申请账号 然后再来就是建立board 那我们只要看得到的图片影片 通通通可以上传到这个board 盯到这个board上面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用手机 或者是说电脑的网页啊 然后去做钉的动作 Pin就是钉的动作 好 Pinterest是目前我看到最好的一个 挖掘教材的一个工具